我是吴荣顺 我是目前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 音乐学研究所的教授 因为这场音乐会名称叫做 客玉蒙甲造新生 不只是三哥 我在这场音乐会里面担任的是策划的角色 也就是制作人 因为我们知道客家人 从原乡迁移到台北来 尤其是在台北各个地方 台北市的各个地方 都有客家人落脚的地方 这一次很特别的是 因为我们知道台北市立国乐团 就落脚在万华还有大道城附近 所以我们就制作了一场这样子的音乐会 就是客家人怎么样从原乡移居到万华 就是曼嘎 然后来到这边以后 他们把原乡带来的这些音乐系统带进来以后 事实上已经有新的样貌出来了 所以我们才叫做新生 所以在这个音乐会里边 我们要呈现的就是客家人迁移到台北市来 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那在这次的音乐会里面 因为最主要的主体是台北市立国乐团 我们很希望台北市立国乐团站在主要的主角的位置 然后邀请这些不同的这些音乐家一起来参与 所以我把这种观念就带进来到这一场客浴 蒙甲赵新生这个音乐会里边 所以我在安排上面呢 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邀请了田屋客家巴音团演奏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客家巴音的曲目 叫做高山流水 所以在邀请了陈素希老师呢 编写跟市立国乐团呢 变成一个双唢纳的协奏曲 这个放在一个开始 好像一个客家巴音刚开始的时候 要演奏这个大开门一样 当成一个Oviture叫做序曲 接着下来邀请五位叫做四王一后来演唱 这就是我们的核心 就是Ki-Zin-Lok-ek-Swa-Po 这里面的歌唱有十首歌曲 这个十首歌曲呢 我们一样邀请了苏通达老师呢 来做编曲 编给台北设立国乐团呢 希望他们的这个大乐团为这些歌手们伴奏 最后一首曲子 就是刚刚老师讲的 最后结束一定要Swa-Po Swa-Po就是一个企业合奏曲 那企业合奏曲呢 我们邀请了王云玉老师呢 他写了一首全新的客家新运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提供了很多客家的传统的音乐 给王云玉老师呢 来做一个素材 那他重新呢 不要有那么多的一些 一些传统的包袱 他可以重新再来写 写出一首要结尾的曲子 来让这个台北设立国乐团呢 来发挥他们合奏的那个功力 这个就是我们这整场客浴 蒙甲赵新生 不只是三歌的一场音乐会 10月22号 蔡台北市中山堂 中政堂 赫尼 芒格 周姓桑 嗯 但昌黑山谷 由你一同类享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